辽宁火车站广场 两名旅客撑着雨伞行走在广场上 手中还提着行李 没想到一道闪光之后 雷电击中了雨伞 两人瞬间倒地 事发后两人被紧急送医 没有生命危险 辽宁气象局表示 当时出现了强对流的天气 而气象部门也发布了雷电预警 一道道的闪电划破夜空 部分地区在大风过后出现了降雨 北京市这两天也出现了 雷电大风天气 气象部门连续发布了 雷电跟大风的黄色预警 降雨后积水让灯杆漏电 一名外卖小哥触电身亡 目前当地的社区和街道办公室 还在了解和处理 称如果是电杆有漏电的疑虑 会进行处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